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简单讲一下 大盘下周怎么看 核心中的核心再一次的七型粉丝朋友呢 切勿贷款炒股 切勿借钱炒股 切勿在盈亏比比较差的情况下 重场满潮戳作 严谨需持久 那么相信很多粉丝朋友呢 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咱们有相当一段时间 经常把一句话呢,刮在嘴边 什么呢?严谨意识意 实时严谨难 严谨需要 当成一种习惯和态度保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大盘啊 首先呢,对于大盘来讲 那么当前的一个状态 从大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从技术本身来进行观察 这个位置它依然是属于 破位之后的反抽 那么这个位置到底是下跌中继呢 还是属于后面还能不能继续走强呢 它取决于几个因素 什么因素呢 第一 从当前大的一个环境来讲 不管是恶乌冲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国内一情又起 这些呢,无疑都在影响情绪面本身 第二的话呢 从技术面的一个视角来进行观察的话呢 它本质上还是属于大的平台破位之后的反抽 也就是说呢 从简单的技术角度来进行思考 这个位置呢 想要向上 它需要有更密集的一些利好的政策去推动 资金去推动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推动本身 或者说呢 力度不够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讲 它向上的难度大一些 向下的难度相对来说小一些 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近期一直以来 保持谨慎的一个态度 甚至呢 讲多次讲到 会不会二次探底不知道 但是要防 这是一个视角 从技术面本身来讲 那么第二一个维度来讲呢 咱们要重点强调一个盈亏比 什么叫盈亏比呢 只说可能涨了 或者是震了 或者是跌了 但是呢 相当一段时间你会发现 上涨的股票的加速是少的 下跌的股票加速是多的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就属于少数股票上涨 多数股票下跌 那么盈亏比的角度来讲 就属于更容易亏损 所以说呢 在这种盈亏比的 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总体来讲 还是保持谨慎的一个态度和视角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细节 细节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于我们的商政指数 怎么去观察呢 首先从三十分钟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三千四百点上 三千四百点一带呢 它是上一个三十分钟书下沿 这个位置就要没有接触 对应的 一旦是要防范三脉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触发 第二的话呢 我们再看细节啊 从三千零二十三点以来的反弹 上下上 这一段和这一段相比是有被迟的 那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回落来讲的话呢 如果说对应的 好 没有继续往上高跟猛进 而是呢 回落继续往下走一个先端下回落 回落的话呢 然后再去对比这一段的下跌 内部是否有被迟疑 这一段和前面的 和前面这一段下跌相比较来讲 如果说这个内部有被迟 下跌是有资金抵抗的 然后的话呢 和前面这个位置相比较来讲 好 它的力度是减缓的 然后的话呢 内部又有被迟 那么它完全可以组建这样的一个中枢 而后的话呢 不排除再往上 冲一下 但是呢 往下冲 往上冲的话呢 也要是观察它的 内比较是否有被迟 等等 这是一种 这是从分类的角度来讲 它不是预测 它的一种分类 第二种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回落 和前面相比没有被迟 它的内部也没有被迟 那么呢 依然防范的是 这个是下 上下上 那么然后呢 再走一个下上下 然后再考验前递 好 这是从完全分类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的 就说呢 禅论的核心不在于预测 更多的讲究的是 不次而次 完全分类 核心在于应对 不管以何种方式触发 应对的一个思路要有 就这个位置 在那当中 如果说呢 回落 连前面低点都不破 内部又有结构又被迟 量能的话能保持住 那么对应的话呢 局部的板块 这个局部的板块的话呢 你看资金往什么方向进行扎堆 可能还会存在短线的机会 如果说这个位置 哪怕继续往上 往上震一震 或者冲一冲 如果力度是衰竭的 一波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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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弱一波 那么相似上还是触发被迟 还是要逢高找卖点的一种态度 所以说呢 当前对于 不管是从尹辉比的角度 还是从指数的技术表达的视角来看 这个位置呢 个人认为 更适合保持谨慎的一个态度 还是有必要的 那么局部的板块 不管是像建筑基建方向也好 还是说呢 像一些轮动下的底位 手板的一些个股也好 只能用小仓位这样去观察 或者是只能用小级别去观察 如果符合你的交易模型 控制风险的前提之下呢 可以去练手 但是呢 当前这种盈亏比的话呢 个人认为还是保持谨慎的一个视角和态度 好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表达 要看创业版指数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是属于更弱的一个表现 这一点的话呢 是很清晰的 为什么今天再一次强调 严谨一时一时严谨难 因为呢 像今天呢 也是有粉丝留言 说自己呢 从六十几万亏到只有六万了 怎么亏这么多呢 中间有部分资金还是属于借的 其实呢 真的是一个是任何情况下的话呢 就是做把握自己能驾驭的 做自己能够看得懂的机会 把握的话呢 自己能够驾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切勿借钱炒股 切勿贷款炒股 那么呢 在盈亏比比较差的情况下呢 尽可能要总体来讲控制仓位 挽住手 这是一种基本的态度 跟行情 行情好 你看你自己的家里水平怎么样 行情弱 你看你的风险 控制能力怎么样 用禅师的一句话呢 就属于不断的 时时刻刻的去提高自己的操作水平 行情好的时候 你它是对你来讲是一个修炼的道场 行情不好的时候 对你来讲也是一个修炼道场 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操作水平 然后的话呢 财不入机门 然后不断的去提高总结 然后的话呢 交易一定是在水平 在相应的能力认知的前提之下 加上有效的执行 然后呢 长期下来 随到屈成的事情 它一定不是一夜包覆的 一定不是说孤注一字的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更多的话呢 是一个警示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再见